南岛市成家庭甘宗人员 都在无人重收到主案回收以来分类 分为担据保雷的铁丁担担担担 南岛市成家庭配合的政府推动主案回收后 每年回收量都一直在行中 100年度主案回收到99年比起来 行中百分之1.9数 也因为信号真好 在楼梆市主案回收这号全国的名字 这几年来支援回收量 也大幅的一个成长 才能获得该项的出容 100年度垃圾清印总量 南岛市的清印总量是18,072公顿 那么这样99年度的清印量 是18,708公顿 那么减少了636公顿 全家庭每天晚上都出动 本属车和主案回收车 出去在民众所没有本属 这些主案回收物因为民众没有上色分的好 所以回到本属中了 又需要载厨来分裂 分裂的物品就为外由窗箱来处理 大幅的回收物都是等于原本製造窗载厨来利用 保雷是什么? 整个打碎以后 做成原始的原料再行制作 那抓入去方面呢? 纸列也是一样 那么据他们在讲的时候 是送回原制造厂商 打成纸浆再重新做过再生纸 所以就是把资源再利用 再利用 再利用 千家庭表示 减少百分之十的本属量 可以减少四百五十四公斤的火器 所用一吨的材材材 可以借用三万公升的水 并且减少十九十的柱子 所管管理中博士用二十遍 可以减少四分之火器的排气量 所以要做好件的检查 要对做本属分裂造器 做好主案回收 给大家听彩虹报道